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的名字叫李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过去我在我的频道里 经常会发送一些生活Vlog 或者是美国看访视频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想提供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带来更多的价值给大家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会分享一些我在使用电脑 手机或者是制作视频中 一些心得体会或者是我的经验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 留言让我知道 iPhone手机现在已经非常流行 大家都知道 那相比较苹果的手机来说 我觉得使用苹果电脑的朋友 还比较少 或者是我看到有朋友 使用苹果的电脑 但是里面装的却是Windows的系统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苹果自家的MacOS系统 非常非常的好用 是非常高效的生产工具 只是我们还不够熟悉它 那今天我的视频内容 我就想介绍其中的一款软件 就是MacOS自带的Preview预览功能 MacOS自带的这一款预览软件 功能可谓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但因为视频时长的限制 今天我们主要讲五个点 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 使用预览最多的五个方面 在Windows操作界面之下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不同的软件 去打开不同格式的文件 例如我们需要MP3播放器 打开音频文件 我们需要PDF Reader 去打开文档 我们需要图片阅读器 去打开照片 然后我们需要 这个Office系列的办公软件 去打开Excel表格等等 但是在MacOS系统下 因为这么强大的预览软件的存在 我们只需要点一下键盘上的空白键 就可以几乎在不打开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看得到文件的内容 不管它是音频 视频 照片 还是文档 甚至是Office系列文件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通过预览这种方式 不打开文件 直接看到其中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在MacOS系统中 我们无论选中什么样的文件 比如说图片 或者是PDF文件 再或者是音频文件 只要我们轻点键盘上的空格键 预览就会被启动 我们可以在不打开文件的情况下 预览到其中的内容 包括图片 包括 你们好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视频 第二点呢 它可以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图片处理工具了 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好 这张是我的名片 我们来看一下预览功能 可以对它做哪些操作 当我们需要预览功能 去对照片进行修改的时候 我们需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键 显示标记工具栏 这样它的功能栏就会弹出来 那例如说我想要挡住名片上我的中文的名字 我们不需要Photoshop 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在旁边黑色的地方 框选一块区域 然后使用键盘上的Cmd加C 复制这块区域 然后用Cmd加V 把复制出来的区域 拉到我的名字上面去 松手 就是这么简单 举第二个例子 如果我想把我的这个照片 从这个图片上抠出来 同样我们不需要打开Photoshop 我们可以点击预览的左上角 选择智能套索 然后去描这个边 接着我们点这个裁剪 转化成BNG 就把这个图片给扣出来了 第三点 作为一个Vlogger 我们经常拿着相机出去行走 在外面我们除了拍视频之外 我还会拍很多的照片 比如说孩子的照片 比如说外面的风景 那这些照片回来之后 想要用于网络发布 我们需要缩减这个照片的尺寸和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 预览的批量修改图片大小的功能 假设这些 是我们今天出去拍的照片 我想要批量修改他们的大小 我只需要选中之后 对着其中的一张 点右键 然后选择用预览打开他们 这个时候预览的程序 就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一次性全部打开 那我只需要用 革命的加A选中所有的照片 在工具中调整大小 输入我想要的尺寸 分辨率 就可以一次性把这些照片全部调整成为我想要的大小 第四个我要介绍的预览 不为大家所熟知的功能 是它可以非常轻松 或者是美观的对电脑上的文件进行签字 例如这是一份需要我签字的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用预览打开它之后 选择修改 然后你可以看到工具栏里面有这样一个签名的功能 我们点击进去 这里我已经创建好了一个签名 如果你没有创建好的话你可以点创建签名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屏幕上 把我们写在白纸上的签名扫描进去 点击完成 它就把你签在白纸上的签名扫描进去了 好 例如我现在要签在这里reviewed 我就点击 然后把签名拖过去 可以调整大小 OK 就完成了 最后我想要介绍就是用预览软件 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对PDF文件进行页面的合并以及删减 而且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填写PDF文件 还是拿这份文件举例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填写 比如我们可以填写张三 以四 可以填写这些所有的表格和内容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保存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保存 删除 修改 然后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分离和合并其中的页数 比如说我想把第二页单独的分离出来 我只需要拖动它 拖到桌面上 第二页就单独的分离出来了 假设它是另外一份文件 我想把它加到第一页和第二页之间去 我只需要把它拖动到第一页和第二页之间来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拖过来之后多了一份第二页 所以我可以把它删掉 用command加delete 就可以完成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易用 这就是苹果公司作为一个软件公司 它其实是一个软件公司 它们的产品的魅力所在 简单易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上手 好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期 类似于伪科技教程的视频 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 请多多鼓励 如果你们觉得没用 请委婉地让我知道 以后我就不再拍这类的视频了 无论如何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视频 希望你们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留言吧 我会认真的看每一条留言 谢谢 拜拜